等这个男人出现 这群韩国明星就差顶礼膜拜了 这是韩国综艺Running Man中令人尖叫的一幕 屏幕上带着墨镜的人 就是已经火遍全球的成龙 他刚开口打招呼 节目成员的尖叫声就此起彼伏 他们兴奋鼓掌 更多的是不可知心 通话结束 还有人在大声示爱 然而还有更大的清晰等着他们 因为下一秒成龙就退门而入 成员们彻底惊呆 有人瞬间起立 又有人直接愣在原地 冲击率无异于突然中了巨额彩票 反应过来后 成员金中国更是恭敬的巨额公 不敢上前 随后成员们又陈明宇和成龙合影 像是遇到了百年难得一见的珍宝 而类似这样的崇拜 几乎贯穿节目始终 留在十四宝 成龙是儿时偶像 李光珠把他当成永远的英雄 成龙打不开纸巾 也有人立即帮忙 然后又疯狂表达喜爱 玩游戏时 站在后面的成员更是像起了成龙的手下 尤其是年限的那一位 而另一位功夫巨星到韩国 同样引起了全场震惊 那就是甄子丹 刚一出场 成员们全体起立不让欢迎 座位也是张日不让的C位 一段轻轻松松的体育功 更是令所有韩国明星激动不敌 影帝人大华也曾参加过韩国综艺 当时为了见他一面 两位韩国明星更是跨越近2000公里飞到香港 但交流的时间还不足5分钟 不过排场最大的还是香港天后王祖贤 到韩国参加松义 刚到国际机场就被鲜花簇拥 被粉丝团团围住 还有宝安在旁边为止秩序 在节目中一出场 更是引得全体嘉宾起立鼓掌欢迎 然后被主持人安排到中心为就座 这在群星辈出的90年代初 完全算是极星的待遇了 我想这就是港星的国际影响力 所到之处尽是鲜花和掌声 非受尊敬和崇拜 而休息原因自然是他们与众不同的经历和实力